好真的是很神奇的这个整形化妆术哦 那么来看到的是呢 这个模仿比赛节目里打败了一票大人 获得第三名的凯蒂很会跳舞哦 不管是罗志祥的舞蹈还是super junior的舞步都难不倒他 而且他在学校还是个模范生 他说不会因为跳舞耽误血液 一脸专注认真练舞 从模仿比赛节目中走红的凯蒂 舞蹈动作快跟准和大人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大家好我是凯蒂 今夜才小学四年级的她以精湛舞技上片大小通告 也让她成了学校里的风鸣人物 可以跟你拍张照吗 你好帅哦 可以跟你学习一下 凯蒂练舞已经两年 每个周末固定到舞蹈教室报道 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 但在学校成绩不但优异还是模范生 我想要进去演艺圈 所以现在有在练 演艺圈啊歌声啊还有模仿 还有跳舞也是继续练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学业固好 头发没有特别塞 也没有上节目的服装造型 私底下的凯蒂就和一般小学生没什么两样 妈妈坚持上课时尽量不接通告 录影的时候也会陪在凯蒂身边 因为凯蒂毕竟还是一个小学生嘛 那最主要还是要以功课为主 把功课顾好了 跳舞是她的兴趣 也就是当做一个很健康的运动 凯蒂妈妈说 就算星期天要录影也不会超过下午六点 妈妈要她以课业为重 未来有机会才能全方位的往演艺圈发展 追选吴玉庆谈如意台北三方报道